大林慈苑副院长林明南获得医师工会全联会 颁发2023年医疗贡献奖 林医师带领大林慈激医院推动健康促进医院成为国际标杆 林明南多次参加国际会议 无不把握机会推广素食 因为在大林慈苑工作才得以认识慈激 他发愿追随人生导师和太太都成了慈激志工 上年是先知 对呀 上年在三十年前跟我们讲这个事情 一定要从我们生活方式里面去改变 我们可以做到的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吃素 推动大林慈苑走向国际 获得健康促进医院国际典范奖 国际低碳医院团队合作最佳案例奖 世界医院大会卓越绿色医院等各种奖项 今年又获得亚太永续行动奖 健康福祉金奖 以及顶尖永续长奖的殊荣 林区一直在做的就是在静零排放 健康促进跟绿色医院永续 发展这方面它就是非常的重视跟投入 它一直都是在引领台湾的医界的一个方向 深刻体认气候变迁的迫切危害 林明南认为身为医师不能只是医治疾病 更要探究造成患者生病的因素 与环境息息相关 我们医疗通常所做的都比较下游的事情 但你知道一直做下游的事情的话 那你事情会做不完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往上去消除病因 获奖荣耀时刻不因此自满 它将请全力推动静零排放 我只是说把我们同仁工作的成果 把它整理 然后去做一个系统性的去推广 那这个都是我们同仁大家一起的努力 这个不是我个人的荣誉 守护健康 守护环境永续 是林明南持续推动的使命 大爱新闻严广盛 李亚平 杨俊廷综合报道